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浮相救了 我是小泽 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养护的橡皮树叶片是越来越薄 而且植株的叶片会尾面搭拉的 还有一种向下垂的感觉 非常影响这个植株的观赏性 其实这和我们平时的养护是有关系的 养护过程中只要注意这几点 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橡皮树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和光照有关系 橡皮树其实是一种非常喜欢光照的植株 但是很多朋友养护橡皮树的环境都是光照不充足的 只有闪色光 甚至可能连闪色光都没有 在这种光照不足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橡皮树新长出来的叶片很薄 而且会向下卷曲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大家只要检查自己的养护环境 发现是光照不足的原因之后 逐渐的给它增加光照 很快就能缓解这种情况 叶片也就会变得肥厚油绿的 那除了光照出现这种情况和浇水也有关系 橡皮树它的叶片比较多比较大 那我们盆栽的盆土水分是有限的 遇到温度比较高的天气 很快水分就蒸发完了 这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给它浇水 根系不能及时吸收水分 没有办法供给给叶片和植株生长 那这个叶片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和缺少光照的微粘达拉不同啊 缺水的叶片不仅会向下翻 叶片上呢还会出现一道一道的褶皱 暗淡无光的 那这种情况我们只要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很快就能恢复了 要注意这两点 及时观察及时处理 叶片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今天关于橡皮树